各位早晨,夜交移民论的时间 今个星期我打算讲一些正经一点的话题 我待会讲什么话题 但刚刚那星期我要出去采访 他们说是一个在韩国很出名的 打合气道很厉害的人 所以我突然对合气道有点兴趣 我上网搜索一些打合气道出名的人士的招数 然后我看到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我忍不住跟大家分享一下 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实战工党的打架节目 但是有些这么厉害的人都忍不住 要给大家看一看 真是很厉害的 金德布你也看到了 又 accred认为' 好厉害的人 蛤 不是啊 我想这个人是这样的 比如果比牌云掌还要好? 没错了 怎么 bundle YouTube这ал片呢 因为这个影片 我第一件事就是想起那些靈欣排雲獎 靈欣教的招數 這個人叫做大東流合器道 扭龍拳 這個人很明顯是日本很有名的 我一看這段影片 我第一件想起就是這個 Bennie Hinn 恆神職用靈欣排雲獎推下人 是軍人來的 為何要跟他瘋狂 整班人在抽筋 看那些人 在哭 震震震震 我覺得看這段影片 我第一件事就是想起 那些靈欣 金粉 一掌推出去 所有人都倒閉 所以你也不可以說很多人是無法假的 除非你覺得剛才的扭龍拳也是真的 如果不是 找人 我覺得是事實證實 找人合作來做這些事情 我不是說那些靈欣是假的 但事實上你要找人去做假 亦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扭龍拳也能做到的 為何那些靈欣排雲獎不行呢 所以我覺得有些問題 但我覺得假設 如果兩個人做假 的確有宗教背景的靈欣是比較優勝的 金德寶 你知不知為何我這樣說 沒那麼容易拆穿的 因為如果是宗教背景的話 你說你也是假的 現在我扭了一隻腳 你真的要治好我來看看 如果你治好他的話 他又可以放在你身上 他會說你沒有信心當然不能治好 但事實上那個流浪拳 有人挑戰他打擂台 在YouTube上有的 你有空可以去搜尋一下 他也是被人打得爆肝的 是嗎? 是 他還要每次都被人秒殺 一兩拳就折到他倒下 掩著鼻子流鼻血 好心他就會接受挑戰 因為他覺得自己很厲害 他真的很搞笑 他又敢去接受挑戰 然後他跟人打的時候 他一直都是手滑滑的 真的想用那些氣功去推下人 總之被人一腳踢在臉上 其實是不是一直以來都是他那些徒弟陷害他 他又說他會裝摔 我不知道他是哪一種 但是我看到兩者之間 就是我覺得有一點共通的地點 所以弄出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星期我最想跟大家說的 就是有個學者叫Frank Moore Cross 為什麼說他呢? 因為他其實在去年10月16日 2012年 去年就是 就是小小的 我們現在2013年 剛剛好這個星期 就是踏入10月 我覺得可以說說 這個相當出名的聖經學者 事實上其實去年10月那天 我也想要錄片說 那我不記得那段時間在做什麼 可能在籌備說鬼故 那些萬聖節那些 終於沒有說到 忘記了 現在隔了一年 懶惰是紀念 其實是遲了一年 哈哈哈哈 不是真的很有心的 你看到 這個Frank Moore Cross 就是你看到我畫面的樣子 這個人 他中年91歲 他就是1921年 一個美國的學者 他爸爸就是做那些 庚政教的牧師 他那個BA在Merryville College 在40年代的時候 他又去那個McCormick Theological Seminary 那些神學院 又去讀過那些道學的學士 然後呢 就因為他在年輕的時候 他已經讀書很厲害 有非凡的天賦 整個禁得寶二號 所以他就入了一個 即是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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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的學校 叫John Hopkins University 就跟一個 即是當時來說 可以說是 聖經研究界裡面的巨人 就叫做W.F. Albright 即是神學生 即是看一些很舊的書的人 可能都會有聽過這個名字 即是雖然他 因為他是 這個人有很多的研究 他比較出名的研究 就是跟那些考古學有關 但考古學的發現 永遠都是一天千里 所以很多時候 他的解釋已經過了一點 但是他對於 聖經考古學的影響來講 就是任何時候都那麼厲害 基本上有些人甚至乎認為 根本上就是由W.F. Albright這個人 去奠定聖經考古學的根基 他那個 即是Franc Cross的 那個 那些叫做博士論文 很有趣 通常就是 博士論文就是你寫論文 接著就是 你那個教授 即是被你通過 他很有趣 他是跟人合寫 一個博士論文 由於他是跟人合寫 他其實就是寫了兩篇博士論文 因為我覺得更難過一個人寫 我也不太明白為何他們要合寫 當時跟他合寫的人 叫做David Noe Freeman 金德寶你一定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 有啊 我也猜到有 陳道肯定有 因為我知道 有時候我叫他找資料 他會去找那個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其實就是由 David Noe Freeman 去編制 即是他是 general editor 所以這個人也是非常出名的 很多 讀聖經的人 去找Anchor Bible Dictionary 其實就是去看一本 David Noe Freeman 編母的書 這裏有些片段 這個就是 David Noe Freeman 就已經過世了 但有機會都可以說一下他 你看到他在這個 他的講座裡面 露面的時候已經很露 但他還在那裏 整天搞一些難笑 喜歡說笑 這個David Noe Freeman 其實也很厲害 因為當年他 13歲就入大學 17歲就已經大學畢業了 所以他是非常年輕 他和Frank Cross 都是W.F.Aubrey的學生 所以他們兩個合寫一些博士論文 他們第一篇的博士論文 交的就是在1948年寫完 叫做The Evolution of Early Hebrew Orthography 就是講一些關於North West Semitic的inscription North West就是西北閃系文字的一些研究 他就是研究那個 即是那些早期希伯萊文的文字 是怎樣寫的 即是那些字怎麼寸 怎樣寫法 即是他們是有這些東西的興趣 當然是Albrey他自己也是這方面的專家 那麼他們第二個的論文 就是Studies in Ancient Yavistic Poetry 那就是那些叫希伯萊人的那些 那些的 那些的 那些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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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做這些東西出身 但是其實那個Franc Cross 他後來就是 即是他在這幾方面都是非常出名的 待會我最想說的是 就是他在Paleography 待會我會解釋的是什麼 即是他在那方面的貢獻 即是和他 即是對於希伯萊文字的那種興趣 你看到他第一篇的論文都是有關的 在那裡發展出來的 即是這個Franc Cross 其實他就是 後來就是 相當年輕的時候 即是三十出頭的時候 他已經去了哈佛大學那裡 去教書 直到他退休為止 其實我那個 因為我在McMaster讀書 那我跟那個老師 就是Eileen Sulla 她是一個很出名的 死開故卷的學者 其實他以前在哈佛讀書的時候 他的論文老師就是 John Strugnell 在同時 他也有跟Franc Cross讀書 所以就是 也算是我的師工 那些 他在很多方面 其實也有涉獵 例如 剛才我說的那些 希伯萊文的 那些 屍體文學 他有很多貢獻 那他又對於那些 例如歷史 因為歷史也有很多 我記得我好像有一本書 我先解釋一下 我想問一下 師體文學 是不是 就是 Dead Body的師體 不是 不是 就是 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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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問你 是不是 那個 不是 是不是 那個 Pariography 那個意思 Pariography 是另一件事 待會我講 你如果發現 現在我們錄音 是金粒寶 很快要回教會 那你到時候走 你就告訴我 先錄完這篇 好 那先錄完這篇 他其中一本 比較有名的書 就是 Caninite Myth and Hebrew Epic 就是 裡面 講到希伯萊人信仰裡面 很多的 一些源頭 如何受到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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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話 或者傳統 影響 其實他主要就是 講 從一個 History of Religion 一個 就是用歷史的角度去研究宗教的角度寫這本書 那這就是他相當著名的其中一本書 另外 也是相當出名的 就是他參與關於 Deuteronomistic History的討論 因為 舊約看得多的人 其實你就會發覺 如果你是看 那些 新名記 約書雅記 時詩記 薩姆二記 和獵王記 其實他是整個系列 一連串的故事 你看 由約書雅記 一直看 到獵王記 雖然是有不同的書 約書雅記 時詩記 但是 你會感覺到 其實他是一個 由頭到尾的一個故事 一直連著去 那幾本書之間 那些故事 是有連帶關係 除了他的內容是連貫之外 很多學者也發現 他很多的字眼 那些風格 裡面說的一些觀點 其實都是非常相似 所以早在第四十世紀的時候 就有學者提出 那個叫Martinov 如果你知道這個人 他已經提倡 其實很有可能 這幾本書 全部都是由同一個作者寫出來 他為什麼要寫這些東西 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他說 完全百分百是負面 他就是寫一本東西 用來罵人 就是以色列人 就是以色列人 就是告訴別人 為什麼你們這些傢伙 會弄到被老 你會失去你的應許地 其實根本就是活該死的 因為你們經常不聽上帝的說話 和摩西律法叫你這樣做 你又不做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就抵你了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後來就有些不同 這本書是 這個Martinov的說法 就是 很多人討論 但是也有很多人 反對 例如比較出名的 有那個叫做什麼 Gerhard von Raad 讀舊藥的人 可能認識 他就說其實也不是 因為你看這個 據Martinov說 他說這幾本書 既然連串都是一個完整的故事 他就叫這幾本書 綜合來說 可以叫做 Deuteronomistic history 他說寫這本書的人 就叫他 Deuteronomist 這個Gerhard von Raad 就說 不是 你看那些 Deuteronomistic history 的時候 其實也不是這麼負面 其實有很多裡面 說很多東西都很正面 例如 他裡面經常都說 上帝是很人 會原諒人 會原諒人 很有恩典 例如最出名的 你看他 怎樣對待那個大衛 就是 例如你看 薩姆爾記下第七章 他怎樣跟那個大衛 簽合同立約 他說 你那些兒子 都是壞兒子 但只要他們肯悔改 我都會給他一個機會 讓他永遠在皇位上 有說過那些語句 他說 都說到這樣 你怎可以說這本書 是很負面 你這樣說好像不太對 這個 Frank Cross 他就複雜些 他說 不要爭 其實兩個重點 在Deuteronomistic history 那裡都有 他一方面的確是 有時刻畫故事的時候 真的很負面 將那些 以色列人的罪性 刻畫得非常清楚 但又不可以說 完全百分百是負面 亦都好像Fond Wright 有些相當正面的描寫 所以他就搞到 一個比較複雜的看法 那些猶太人 那些猶太人是否真的看他這本書 那又不是 因為在他們的聖經裡面 那他也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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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樣 突然都在打暗奴 那他這個 那他這個 那這個Franc Cross 其實兩個film都有 他一方面是有 強調 這個以色列的確是很衰 另外 也有強調 就是 上帝對那個 尤大那邊 特別是 特别是犹大那边,因为跟大卫有关 对他们友善是好的 如果你仔细看,整个故事里面 所有的以色列人、犹大人的领袖 全部被骂过了,除了约西亚之外 只有约西亚到最后对他的评价 其实也是好的 所以Franc Cross有一个比较复杂的看法 他说最初的Duronomistic history 其实是在约西亚那段时间写的 因为在他那段时间写,当然写得他好些 因为人们死了之后才敢去骂他 他可能在约西亚那时还是很能力 但你却不敢去骂他 所以应该在那时候写 但是后来有第二个版本 后来发生了一些不太好的东西 例如秘鲁、外族入侵等东西 然后填上第二个版本 加了很多资料 对以色列人的批评 所以后来形成到 现在的Duronomistic history 这几本书 就是这几个电影 都会有 这些都是他在学术界里面的 一些比较出名的主张 但其实他最出名的贡献 是和那个死海股卷有关的 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就讲死海股卷 和Frank Cross 和什么叫做Paleography 夜交二文录的第二节 刚才我们就开了个头 说了一点 一些Frank Cross的背景 为什么说他呢? 因为他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 他过了身 当是一个Tribute 就是一个 向大家介绍一下 香港人对于圣经学者 不是太了解 来来去去 又是说Anti-right 窮得只成下Anti-right 对吧? 也有很多其他的学者 其实都是很值得说的 说实话 现在金特寶去了教会 现在我拿着一杯中产咖啡 一个人晚上 在六夜教移民 说一些死了的学者 就是一个男人的浪漫 哈哈哈哈 因为他认识很多 觉得不会有人打断 那么 Frank Cross 我刚才提过 就是他 在他过去 跟那个W.F.Aubrey 读书的时候 他已经对于希伯来文 希伯来的古代文字 那些印记 那些石刻的文字 那些 或者考古学 各方面 就因为他跟了一个 在这方面的大师去学习 他在这方面 也是一个专家 所以他在 如果我没有记错 可能是三十出头 这个W.F.Aubrey 已经推荐他 加入最初 因为最初发现了那些死海股卷 在全世界找了几个 因为我不记得几个 少过十个肯定的学者 就是去编制 去翻译 将这些死海股卷 因为他已经散了 像砌图那样 将它砌图在一起 然后去刊登 publish公诸于世 他其中一个editor 当时都是 因为他相当年轻 在团队里面 他算是比较年轻 但当然不是最年轻 最年轻的是 我之前提过的 John Stragnell 当时他23岁 就是我的老师 Aileen Schiller的老师 就是我师公 但这次不是说他 这次是说Franc Cross Franc Cross 他有些书 也出过 我家里也有一本 叫什么 The Ancient Library of Qumran 很多年出版 当然 有没有更新的 应该是有更新的 他在90年代 他在90年代 有更新的 出第三版 但是 我又觉得 不是 那些 死海股卷入门书最好的 但是由于他是 是 在50年代 他已经有直接参与 他是其中一个 核心人物 所以 其实他这本书 就是 从一个核心人物的第一身角度 他说一些 有时 又是 有个不同的 实感 在 不只是 说 资讯 那些 所以有兴趣 也可以看一下 但是他其实对于 死海股卷最重要的贡献 我个人认为 就是在 那一个 Paleography 那方面 什么叫做 Paleography Paleo 其实 就是 古旧 就是 Ancient 总之 有Paleo 做头的东西 就是旧 Graphé 就是 写字 所以是一些 古代的 文字 研究 其实就是研究 一些古代的文字 因为以前的手冲 不是印制 有种 这样的想法 就是 随着一个 时代演变 那种 写字的方式 其实就是 会 转变的 这个 不只是在 《圣经》研究 或者《考古学》 的人 才会 留意到 这个现象 包括 其实 福尔摩斯 也有 因为其中有一本 原始 有人看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什么魔犬 如果你看看 台湾版本 你看看第二章 福尔摩斯 有个情节 福尔摩斯 有个医生 说 那个 James 叫做 Mortimer 我记得 他说 我的 包裹 里面 有个 寫了 文字 福尔摩斯 他说 他说 你一进屋 已经看到了 然后他说 是一张 很古旧的 手稿 然后 福尔摩斯 就懒醒 立即说 我相信是18世纪初期 除非他是假的 然后他说 你又知道 然后 摊开之后 就证实 他的确是18世纪 就是1742年 当福尔摩斯 在看手稿的时候 他就和华生医生 华生 表现得像低B 他就叫华生来看 你看看 长S 和短S 的互用 这就是我能够确定年代的几个特点之一 他一看那个手稿 福尔摩斯 当他看到那些S 那种的写法 他就能够断定 在来自哪一个年代 其实 在这个偵探小说里面 这个这样的 福尔摩斯的推论 其实就是 那些圣经学者 做Pariography的时候 他所做的 就是同样的东西 就是留意那些文字里面 会不会 有一些特色 就是特别来自那一个年份 如果是有这样的特点的话 那你就可以猜到 那一个文献 是来自什么时候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 就是 核体福尔摩斯也会有的 就是 在实用里面 其实是常常都有的 例如我找回1997年 那期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就是 碰巧那期 就是 他们的对家 叫做Biblical Archaeologist 就是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就是 好像TVB和ATV 那样的竞争对手 就是 双台和港台 就是 他们竞争对手 就是 对方 一说些无厉害的东西 你马上插回它 那一期的Biblical Archaeologist 在那一年 他就说 有一个很出名的 的石刻 叫做 Shylum Inscription 就是这张照片 他说 这个东西 会不会有可能 是来自公元前第二世纪 因为很多人相信 这块东西 就是来自公元前八世纪 那 立刻 Biblical Archaeological Review 就找很多的学者来说话 就是说 为什么这样的倡议 就是说是来自公元前第二世纪 是不合逻辑 也是unprofessional 其中一个参与讨论的人 有很多很著名的学者 Kyle Mercator Yardini Andre Lemaire Ester Escher 全部都很厉害 看看Franc Cross 如何讨论 他的方式 就是说 对照 一些古旧的 希伯来文字 你看到有三行 上面那一行 就是古旧的 下面那一行 就是来自公元前第二世纪 他找到一些文献 他确定肯定 不是很多 但是有 他能够确定 他那个年份的文献 然后就去研究 他说 其实公元 即是你看 那个Shilom Inscription 那些写字的写法 以及公元前第二世纪的写法 是有很大分别 根本就是不相似 所以是难以将他们 放在同一个年代 这个就是Franc Cross 他相当擅长做的东西 其实在很早期的时候 当那些学者 他们发现到 这个四海股卷的时候 你怎样断定 他是来自什么时候 你幻想一下当时 现在我们知道 四海股卷是来自什么时候 但是当他们当初发现的时候 那些学者怎样知道呢 当时又 是50年代 40年代尾 也不是科学很猖鸣的 当时最重要的根据 其实就是 就是靠看他的文字 猜他来自什么世纪 最先去做这件事的人 其实就是其中一个 最先看到这个 一个死海股卷的很年轻的学者 叫John Traver 他一看到 那一个死海股卷的 那些希伯来文 怎样写法 他就立时想起 有另外一个文献 叫Nash Papyrus 普遍认为 就是来自公元前 第二世纪 他就看到 他们两者之间 写字 就是那些文字 那种写法 就是相当相似 他相信 所以那些死海股卷 都是来自 大约是公元前 第二世纪 他就 把这些股卷 因为他拍照 可能现在上网搜索 也还有 John Traver That's his growth 他就是 很出名 就是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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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冠希 那样 就是很出名 就是拍照的 一搜索就有了 哈哈 不如现在 试一下 陈冠希 都是没有的 哈哈哈 这个John Traver 他就是 第一个 第一个 为那些死海股卷 拍照的人 就是 他现在拍照 还是很珍贵的 因为 那些死海股卷 会很难的 所以 所以 他当时 拍照 就变成了一些很重要的资料 这样 他就把一些照片 寄给WF 其实 阿伯 也是 一看死海股卷 的时候 他就是想起 这个Nash Papyrus 这个Nash Papyrus 他里面 其实就是 他用希伯来文 写着十戒 还有他们的 叫做 Shema Israel 即是 新命记 第六章第四节 那里说 Shema Israel 阿ドナイ Eloheinu 阿ドナイ Echad 就是说 以色列 你要听 耶和话 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又说要爱神 那些 那些 一段 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 上面 就是抄着 这些 圣经的文字 是来自很早期 当时是相当出名的 其实在发现死海股卷之前 这个Nash Papyrus 就是 抄写圣经的 最早期的文字 发现了死海股卷之后 就改变了 那这个 Franc Moore Cross 他 就是把这个 艺术 发扬光大 并且 系统化 他就有系统地 研究所有 他能够找到的 古代希伯来文的文字记录 随着时间流逝的演变 因为 虽然资料不太多 但是 到底有一部分 你能够知道 确认 它是来自什么年份 这样的 那么 他就觉得 至少 可以分到 三、四段 这样 有三、四段 时期 就是 你可以分得出的 药网 所以 然后 把这个 系统 用到死海股卷 他就相信 那些死海股卷 就是来自 公元前 第一、第二世纪 至 公元后 第一世纪中间 即60年 这样的 当然 当他这样提倡 之后 其实也有很多人挑战 他 有些人说 你 是否可以这么具体 你可以说 那个早期 那个近期 但是 如果你说 第几世纪 会不会很危险 那就时间证明一切 因为后来 就是那些 就是用科学的方法 去验证一件事的年期 就是这些技术 就后来普及了 有大家比较熟悉的 Carbon 14 那样 但是 一个问题 就是 碳14 它是需要燃烧 很多东西 才能够得出一个结果 以我理解 就是我不是很懂 金德堡 就是踢走了 就是 骗了他的教会 如果在这里 可以问一下他的科学 但是 以我理解 Carbon 14 是要烧很多东西 那你 是不可能 拿那些 死海股卷 烧一段 去研 所以当时的人 也没有这样做 所以 当时 有人 是烧过 那些死海股卷 有些东西 是包住他的 即是那些 wrapping 他们就烧过那些 去验那些 不是股卷本身 而是包股卷的那些东西 他验了那些 其实 也是来自公元前 第一世纪 即是那些年期 就是和 Franc Cross 所说的 Padeography 是相当接近的 后来 这些 就有另外一种技术 AMS Axcelerated Mass Bectrum 我不知道 科学东西 那种技术 就跟 碳14 相似 可以检验到 来自什么时候 但是 它的好处 就是不需要 燃烧很多 燃烧少少 就可以 那一次 他们有那个技术 就真的拿了一部分 就是少少 不是很多 的股卷 就拿去烧 就是剁个角 一部分 就拿去验 验出来的结论 也是来自 公元前 第一世纪 公元后 第一世纪 即是那段 那段 的时间 所以 Franc Cross 就是 这一部分 其实他是很 proud 我曾经见过 他 不知道是访问 还是书 我不记得 他曾经说过 他很早就已经说过 现在 其实是得到 现代科技的证实 所以现在的死海股卷 大家都 没有什么疑问 普遍相信 肯定是来自 因为他有很多 很大的一部分 是来自公元前第一 第二世纪 亦都不排除 有少少 是来自 公元第一世纪 这样 当然 这些 对于 那个死海股卷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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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ing 是 相当重要 因为不断 有些人 撲出来 早前都有 在我那个 wall 有人问 死海股卷 有些 什么 新药 什么新药 圣经 有没有提耶稣 那些 是不可能提耶稣 因为他在公元前第一世纪 耶稣出名 都是公元后 肯定是 以他出生为准 公元前后 这些 理论上 很多人说 他出生 其实是公元前 第四年 之前 肯定是 也有道理 但是 如果你说 因为死海股卷 很多都是公元前 第二世纪 第一世纪 有少部分 例如 4QMMT 那些公元前 第三世纪 有些人说 更加早 来自这么早 来自这么早 没有可能是 有圣经 那些东西 那个时间都不够 根本就是 他在 基督教出现之前 已经有 死海股卷 不能运回一谈 根本就是 但是 其实在相当早期的时候 有些学者 都是这样的 倡议 例如 整个沈殿霞 这个 叫做 Barbara Thiering 这个 几年前 他也很出名 十年前 十多年前 在澳洲 的 Sydney U 他有几本书 都是那些 Bestseller 但是 你也知道 凡是Bestseller 也不是凡是 但是 当你写一本书 是错的很重要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大的机会 就是成为 暢消书 其中一本最出名的书 就是1992年出 叫做 Jesus and the Riddle of the Dead Sea Scrolls 在这本书里 他就说 这个《死海古卷》里 他有一部分 讲故事 就是抄写《死海古卷》的 group 不是一个人写的 是整个group 他说 那个group 讲了他的故事 他说 这个group 是很信神的 他们的领袖 叫Teacher of Righteousness 是一个正义的老师 当时 这个正义的老师 他很惨 不断被人打压 他们的敌人 叫做Wicked Priest 一个坏鬼祭司 有些敌人 有些名字 但是没有开名字 改了 Teacher of Righteousness 那些坏鬼祭司 用了这些卓号 这些花名 他说 这些花名 全部都是新药圣经的人物 他说 这个《死海古卷》里 提到的正义老师 其实就是施洗药汗 还有那个坏鬼祭司 其实就是耶稣 在说耶稣 如何迫害 那个施洗药汗的故事 他说 如果你以一个开明的角度 以一个聪明人的角度去看圣经 你就会明白这些身份 而且你会看到 耶稣 曾经两次 和那个 末大拉的马尼亚结婚 不知道为什么两次 他说 他被钉十字架的地方 不是竹楼地 各各他山 是在坤南 即是发现死海古卷的地方 然后他那个身份 要是死海古卷 就发现了在十一个洞 他说 耶稣后来 他的尸体 就被人丢了 去发现死海古卷的其中一个洞 但是 他被人钉十字架之前 喝了毒 就毒他不死 然后他生勾勾 没有死 然后他去了罗马 后来 老死 哈哈哈 说这些 基本上这些 就已经不是学术了 这些是小说 哈哈哈 还有 是不可能 因为这个死海古卷 其中一个 很大部分 尤其是他说到 Teacher of Righteousness 有提到这些名称的 那些scroll 那些 那些Damascus document 我不详细说 那些肯定就是 来自 基督教出现之前 公元前 第一 第二世纪 是不是 这个不是公元后的 注述 这个 就是得到 那些 炭十四 和那些 Francross 他们的人 认可 多 另外 其实都有一些 有个人叫西班牙学者 叫Hosea Callahan 在70年代的时候 他曾经倡议 在《死海古卷》里找到一些新约圣经的抄本 他这样说 因为在昆蓝发现《死海古卷》的地方 几乎所有东西都是用希伯来文和亚兰文来抄写 除了只有一个洞月就是K7 在那里发现了希腊文抄写 他说在第七个洞月 在希腊文抄写的抄本里 找到《新约圣经》的抄本 据他说的 其实他这样说之后 普遍都认为这个人是瘋的 整个学术界 但也有少少人 一两个人 就是说他说得有道理 但是你知什么人都有 根本上就是 例如其中一个例子 例如他最出名的其中一个例子 他就说 7Q5 即是catalog number 他说这份东西 其实就是 一个 马可福音第六章的一个抄本 在这份东西上 你不懂得看希腊文 也没所谓 你看到有些洞 残缺不存 很重要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在整份东西里 只有一只字 是有完整的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字母 哈哈哈 就是一个字母 在这里有 四行字里面 如果你计算上面有少少墨 有五黄字 只有一只字 是完整 保留保存 就是这个 这三个字母 Kai Alpha Iota 即Kai 好像上高登有些人说 是什么Kai Kai在希腊文里面 就是and 英文 就是同义 那你 整份东西 你只是看到一只 清晰能够明确看到的 唯一一只字 就是and 就是同义 你真是说它是什么都可以的 基本上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说这个是 马可福音第六章的话 我觉得 断股舞辛苦 我觉得 所以 很困难 大部分 不是大部分 99.99%的学者 都是不认同 里面是有 新约圣经的抄本 另外一个 叫Robert Eisenman 我听那个 神秘之夜都有提过 Eisenman应该有样子看 就是这个 以前我读书的时候 跟我分享的 有个男生 他说他是 Robert Eisenman的学生 哈哈哈 他说这个 Robert Eisenman很有钱 而且他人很疯 我看他也像 看他的书 他在那本书里面 他就是窗耳 他说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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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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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有点 像 Barbara Theering 那样 他就说 Teacher of Righteousness 我都不太记得 他应该是 雅各 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 正义的老师 就是雅各 耶稣的弟兄 那个Waker Priest 邪恶的 祭司 就是当时的 耶路撒冷的祭司 这个很容易 另外有个人物 就是一个 说大话的人 逮捕 现在我们在香港 经常说 梁振英是大话精 但是根据这个Robert Eisenman 这个《死海古卷》里面说到那个大话精 就是 使徒保罗来的 所以你看圣经的时候 这个使徒保罗和雅各说的东西 经常都是南沿北撤 经常说些不同的东西 这个《死海古卷》 给了一个整传的故事 给我们听 他们其实有很多争论 这个使徒保罗甚至乎 就是迫害那个雅各 将他赶到绝地 这样的 但是他是这样说 但是 大部分学者都是不同意他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他这个《死海古卷》里面是在讲一个 基督教的故事 但是 几乎所有学者都相信 那些《死海古卷》 由于 现代科技 就是那些AMS 碳14的检验 以及 尤其是 是由 Franc Cross 系统化的 Taleography 的研究 大家都相信 这个《死海古卷》是来自公元前 第2、第1世纪 已经 有在 很多都是 大部分都是 所以 没有基督教 就已经有《死海古卷》 所以你把两样拉来说 根本就是 Anachronistic 即是 时间上的 错乱 这样 这次就 讲到这里差不多了30分钟 再见了各位 下个星期再见